这部电影根据美国真实事件改变而来 有这本所中学名为布兰登学校 当老师和学生听到他的名字 都会被他的大名吓一跳 这所学校因为恶势力和混乱而臭命昭著 学生没有学生的样子 男孩子穿衣打扮像是个小混混 女孩子打扮得花枝照展 学校内部墙壁被涂鸦填满 学生之间更是冲突不断 连老师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学习环境差到无法形容 更有甚者在内部贩卖违禁物品 可以这么说这是一所混合学校 因为校长和老师的软弱 布兰登学校在全州排名最后一名 如果不是新法案的出台 这所学校将会无药可救 新规定所有的私立中学必须有75%的人 通过基本技能测试 否则将会由州政府接手重新改造 而布兰登学校只有38%的合格率 想要在几个月达到标准基本不现实 和市长第一个表示不赞同 他马上就要参加议员的选举 被大家知道他管理区域的学校很差 他的选票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每一次立马找到学校董事会高层开会 弗兰特表示发展到这一步 都是市长的领导友方 现在搞成这样 急需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虽然很不想再次见到他 但是也没有其他办法 市长只能勉强答应雇佣眼中钉约翰 在20年前 约翰便在布兰登学校任职 当时的学校还是积极向上 充满学习气氛的 约翰本人脾气比较怪异 他在教学上有着独特的方式 他的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 课堂上大家积极踊跃 充满欢乐气氛 不过他和董事会上层 因为教学问题发生矛盾 是让他们要以新的方式管理学校 约翰对此表示非常不满 结果约翰被调走 市长推行了新计划 也正因为他走行式的乱稿 布兰登才会变成现在只副采药 要拯救 只能靠约翰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竹 布兰克亲自请求约翰出马 约翰对之前排挤他的事情很在意 但他这一生工作不顺 婚姻也不顺 内心的抱负无处施展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最终他决定要改变这种学校 前提是给他最大的管理权 市长和布兰克都不能干预 第二天他身着白色西服 红色领带 再一次回到曾经的学校 眼前破败不堪的场景 让他大为震惊 学校老师全部等他发表讯话 约翰还没有开口 下面的老师便说个不停 他立马发声制止着对方 斥责他 如果你那么有用 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以后凡是我的会议 任何人不需要发言 只听我自己说就可以 首先要做第一件事 把学校所有恶棍混混的名字写下来 在中午之前交到他的办公桌上 清洁工要以最快的速度清洗涂鸦 让学校恢复他该有的样子 同时雇佣了新的保安人员 用来维护基本的安全问题 他大声斥责 学校造成今天的地步 和你们这群没有责任心 没有热情的人有着莫大的关系 再气味不谋气齿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他重新调动了老师的职责 根据他们的特点安排符合的职位 从今天开始 以前的旧规矩将不复存在 约翰的话就是新的规定 在座的如果有谁不服气 可以立马走人 恕不远送 上任第一天 便把老师臭骂了一顿 树立了绝对的危言形象 接下来 他正式开始进行改造 组织全体学生要会议大厅开会 让那群坏小子全部站在舞台上 他们在舞台上 肆意无动 口吐误会 嘴里叼着烟 丝毫没有学生的样子 下面的学生虽然好点 但是也不强 该说话说话 干什么都有 根本没有纪律可言 即便约翰已经站在舞台上 再三丈大家安静下来 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他当众直言 在他身后这群人 他们违反校规 到处捣乱 把学校内部搞得一塌糊涂 不过从今天开始 一切都将转变 因为他们都将会被开除 再也不会允许 进入学校半步 说完 保安便将他们 强行推了出去 换校子破口打骂 下面的人开心地欢呼 瞬间 操作的大厅 变得安静不已 约翰很正如地告诉他们 不要以为你们很幸运 说不定下次被开除就是你 这所学校 在多年前就已经死了 正如建立学校之前 这里是片墓地一样 对于这句话 我不敢苟同 你们将是这所学校 改变的灵魂 什么是灵魂 是永恒精神存在 去否定那些 导致我们失败的任何运素 如果你的人生不成功 不要怪罪你的父母 不要怪罪白人 应该去责怪你自己 是你自己的责任 你们来到这里 唯一的目的 就是学习 为你们想要的梦想而奋斗 否则的话 就是浪费时间 他的这番话 让所有神圣感到震撼 也重新激发起 他们对人生未来的思考 以后该怎么做 确实要深思熟虑 接下来 要处理的便是家长的思想工作 其中一份选发解家长 很生气 认为约翰的行为 存在歧视行为 要求他做出合理的解释 躲躲逼人的样子 和他孩子如出一辙 真不愧是一家人 约翰回答他 为了剩余2700名学生的未来 开除那些老鼠屎 是必须的 如果想要重新回到学校 也可以 当家长的 要和孩子一起坐在教室里 亲自看看自家孩子 如何捣乱 这番话对得他哑口无言 也得到其他家长大力赞成 被开除的孩子中 有一些原来是善良的 只不过迫于环境的影响 为了生存下去 成为了坏孩子 山姆就是其中一个 不懂事的孩子 他恳求约翰重新回到学校 向上帝发誓 不再捣乱 用心学习 鉴于他的诚恳态度 约翰放过了他 重新让他进入到校园 看起来霸权主义的约翰 对于学生调换专业的想法 也会与与同意 便且激励他好好努力 在他的整改下 学校逐渐恢复生机 吃饭时间 可以好好坐下来享用 当下还有一个服装问题 学生打扮虽说自由 但有些不正经 外表形象是自尊自重的表现 传得像个节理游子一样 这学校还成合体统 他建议大家 尽可能打扮得体 让别人看起来 自己像学生的样子 还有 如果有人犯了错误 必须要唱校歌作为惩罚 即使那些不犯错的人 也要学会 校歌的存在 就是要让他们有集体意识 认识到他们是社会中一员 同时校歌能够激发出 他们的自尊性和羞耻心 潜移默化修正他们的心理状态 这个任务 交给了学校的音乐老师 不过人家并不买账 还依旧坚持自由 随意发展的想法 以最近要参加 学校间的比赛为由 暂时搁置叫校歌的事情 只要约翰大为恼火 学校都他们要的 快要完蛋了 你还在注重那些破比赛 就是因为你这种随意 不负责的老师 才会让学生失去纪律 没有一点责任心 你的行为 不足以担起你的职责所在 立马现在卷破盖走人 如此混乱的状况下 需要特殊方式来管理 音乐老师不能说错 只是不符合当时的状况 他的强势行为 让老师们心中不满 可大家也都是感动不敢言 接下来 约翰做了件前所未有的事情 因为有混混 跑进学校殴打学生 为了安全起见 他下令用提炼锁住所有大门 上课期间 任何人不允许出入 要知道这种行为 在美国是违法的 他这么做 无意再挑战权威 学校中的孩子 大多数都是单亲家庭 在美国充满自由的地方 有些女孩子 15岁便当了妈 一天米亚哭着找到约翰 说自己的妈妈要赶他走 米亚是个怪巧懂事 学习还不错的孩子 约翰亲自家访了解情况 正如他妈妈所说 他当年15岁生下了米亚 就是期待有一天 他长大可以照顾自己之后 他要重新回到 属于自己的单身生活 对于赶走米亚 他也很痛苦 他不将米亚成为他一样 跟着他过苦日子 让他脱离目前的窘境 开启新生活 约翰理解他这么做的想法 他答应只要不赶走米亚 他会帮忙找到待遇不错的工作 也能让他们换居住环境 在他的帮助下 米亚渡过了难关 晚上董事会的人便找到约翰 因为锁门的事 捐发街搞到了报纸上 宣称他是个暴力的独裁者 捐发街组织了家长 要起诉约翰 董事会的人不由分说 披头盖脸臭骂了约翰 当初求人家来 现在又骂人家 正是因为他们不负责的行为 导致布兰登学校成为烂摊子 现在帮他们收拾还被指责 约翰的心里很是不爽 但是也没有办法 第二天警方便前来调查 跟随的记者将校门口包围 即便如此 约翰直言 他就是个疯子 就是要阻止那些混混流氓 进入他的学校 上次被打的孩子找到了约翰 说学校不太适合他 他打算辍学 约翰本来很看好他 可惜 他告诉那个孩子 离开学校你活不了一年 他懂他说的意思 孩子明白 但是又无法做出改变 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说出的无奈 如果有机会重来 谁不会想成为一个乖乖仔呢 现实的残酷性 迫使他们走向了歪路 约翰对此表示很心痛 眼睁睁看着孩子被恶魔带走 他最近有了新的发现 校哥被因为老师给擅自修改了 约翰板着脸质问他 是不是他干的 他承认确实是自己做的 目的是让校哥更容易被接受 没想到约翰很开心 证明他为新的音乐老师 全面普及他的新小哥 他的学校就是需要这种敢于突破 敢于担当责任 为学生考虑的老师 相比之下 副校长根据机器人一样 所有事务都要咨询约翰的建议 丝毫不能单独管理 副校长是来协助工作的 不是用来传达工作任务的 那些破碎的小事都处理不了 要他干嘛 约翰大声地教育副校长 让他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学校第一次测试并不理想 距离合格线还是很遥远 约翰决定 周六日也要让孩子们上课 利用别人玩的时间追赶 如果家长不同意 就要挨个去开刀 不管怎样 大部分人都是予以支持的 学校到处 明白着学习的热情 他们开心跳声 开心做题 这才是属于他们的阳光青春 时间过得很快 他们即将迎来最终考试 如果这次可够率达不到75% 也就意味着失败 考试之前 约翰举行实施大会 现如今在座的各位部分黑白 你们不是差等生 或许你们学校不好 但是凭借几个月来的辛勤付出 未来已经发生改变 你们要相信自己 相信未来 保持冷静 不要分神 集中注意力 这是你们人生中第一次掌握命运机会 赢得考试 给自己全新的未来 这番话令全体师生激情澎湃 随着熟悉的校歌声 他们踏入了考场 孩子们考试期间 警方找到约翰 卷发姐向市长投诉成功 暂时将她扣押在警局 但她不知道 她的行为 允许学生的反抗 他们考试结束后 自发性读在警局门口 要求无条件释放校长 卷发姐拿着喇叭大声的喊 你们是被校长给迷惑了 她这是在拯救孩子们 是个英雄 而学生宣称 他们相信校长 并不相信 眼前这个满嘴跑火车的女人 除了站在道德之高点 实际的事啥也做不了 用现在的话来形容 就是键盘侠 孩子们迟迟不肯离开 无奈只能让约翰来劝说 他要首先对学生不上课 跑来这里表示有些生气 正在谈话时期 学校的成绩弹发了下来 不辱中望 布兰登学校顺利通过了考核 州政府不会接管学校 他们依旧可以按照自己方式上课学习 市长也可以放下心 为自己的选举拉选票 大家都为这件许事欢呼取悦 兴奋地唱着小课 为故事画上了句号 本片名为铁腕校长 以真实事件改变而来 特殊时期需要特殊手段 社会不停的进步 人也要跟着改变 没有对或错 只有选择不同 咱的立场不一样 做出当下适合的事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点关注 持续更新 不见不散